黑客是把中華最大的河川 但是由分行經過的中華期 河比町到新港出海口 都從39公里長的河川線 少不設定聯合的救生用的買頭 河比町路人好覺得 曾往是插警舍救生演習的時候就表示 希望管戶跟河川局要重視相關的設計 讓以外發生的時候 可以用上京的速度來救人 警舍長的威廉民要進行的救生演習比 他們分別由浪漏和機股 將救生快艇報到水面 但是最快的時間也要5分鐘以上 這也是天氣好時所需要的時間 若是落大雨中的環境變差 早期的時間也會變得更長 那可以看得到我們現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下草原的地方 那如果是在正常災害的情況下 這邊的災害的一個氣候 應該是會比較惡劣 可能會有大風或大雨的現象 那地上會比較泥靈 那所以我們是選定一個地方 來做一個模擬下船的一個演變 那剛剛在實施的過程中 那稍微會增加我們消防人員下船的一個速度 那所以我們也會 消防局也會在積極的跟相關單位協調 在我們這個烏溪沿難 是否可以來成立一個下船的一個據點 消防人員出身的河米町長 然後絕對處是熊東的中心 它表示台北跟新北市跟中華一樣 將來有河川 並且連沿河設在救生買頭 來速度救人的時間 死命是真不貴 希望管府到河川叫愛中市熊關熟悉的見地 今天我們特地來看我們的一個消防水上 以及海上的一個救生的一個訓練 然後我們看到我們的整個的一個 消防隊的一個士氣是非常高昂的 然後我們技術以及我們設備都非常的齊全 但是在我們一個沿岸的一個救生碼頭 這個是非常缺乏的 會造成他們在救生的時間會延當 所以說建議我們的上級單位 注重我們這個救生碼頭的一個施設 然後讓他們在救生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非常充分的一個時間運用 能夠縮短時間的運用來救起更多的一個生命財產 中華館南北有勒水卡卡OK兩條河川 這兩條河包圍了中華館 但是最對應的大型救生設施 全都沒設施 相關單位應該要來調市 讓經濟事件發生的時候 救完單位可以來應用 新中華新聞裏面紅可臂 彩虹伯德 彩虹伯德 我們已經排魄了 有兩條煮的 有一條煮影 在後來 有兩條煮的 有兩條煮的 劑布 塞